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现在讲一天到晚讲备战 但是 但是敌情观念不弱 才是今天台湾的问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央视在一天前 播出歼16 发射了 AFK 088L 空对地空射 空射型的对地导弹 央视发表完了以后 引起台湾的震惊 他们认为歼16所发展的 就是类似美国的鱼茶导弹 鱼茶导弹 那鱼茶导弹 它有空射型 有海射型 也有陆射型 它基本上 它是对的 就是以反舰为止 但是解放军的鱼茶导弹 大陆版的鱼茶导弹 是以空对地为止 就是殲-16 然后发射距离270公里 换句话说 殲-16不必飞出中国大陆沿海 就可以对台湾的目标 进行进行精准打击 精准打击的就是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圆山指挥手 就是圆山饭店的圆山 另外一个呢 就是恒山指挥手 就是湖南省南越恒山的恒山 为什么讲这两个地方 因为这两个地方 我们可以说 有两条道路 可以指明 这个地方的方向 一个就是大直的协张桥 那所谓大直的协张桥 过了协张桥以后 各位指使看过去 确确的说 那个就是恒山指挥手的位置 那另外一个圆山指挥手呢 就在圆山饭店的侧边 比较靠近士林关底的地方 那事实上这个地方 他一座山叫做基南山 基是公基的基 南是南北的南 叫做基南山 基南山已经被挖空了 那过去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过去这个地方 就是台湾三军大学的所在地 台湾三军大学的所在地的后门 刚刚好面临的是士林关底 所以他那里是有一个通道 那现在三军大学 已经变成了台湾军事的重镇 台湾的军方包含空军 包含海军 包含三军联合作战单位 都设在这个地方 基南山的山腹应该都被挖空了 那现在台湾的战时指挥中心 就是两个地方 备用的是圆山 直接使用的是恒山 刚刚好协张桥 刚刚好协张桥 你导弹直接发射的话 那个地方就是恒山指挥所 侧偏一点的话 各位如果能够打台北捷运 叫做文湖线 那文湖线呢 刚刚好 刚刚好 文湖线的往松山机场转弯的前一个通道 那个地方就是恒山指挥所 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日本人建的 一个是蒋介石时代 就陆陆续续的兴建 一直到蒋经国时代完成 这两个地方 如果面对中国大陆 所谓鱼叉式导弹 然后又运用砖地弹的话 很可能在一起之间 会把台湾眼睛给戳下 就是让台湾看不到 没有办法指挥 各位知道 在海湾战争 在两次海湾战争 美军的钻地弹 钻地弹 对于伊拉克所造成的指挥中枢的重创 大家都看的是木灯口袋 那现在中国大陆的殲-16 已经配属了叫做AFK 088L的专定 就是空对地导弹 可以说对台湾来讲是威胁很大 那这两个地方 为什么会成为解放军选中的目标区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像美国也曾经问过 他说你们难道在做协张桥 就是大石桥 还有在做捷运的时候 就是地铁的时候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说他们那个时候 的确是没有想到 也没送请军方审核 因为我说毕竟那是李登辉时代新建 那军方的力量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强 等到设计好新建的时候 台湾的军方才发现不妙 事迹不妙 所谓事迹不妙 刚刚好这两个地标景点 就成为巡航导弹的飞行人 你只要顺着这个路线直直走下去的话 就是两个重要的战事指挥中心 那我也问过美军 尤其问过美军的几个重要人士 我说有没有办法防止 他说这个是很难防止 因为你这个路标 你的地形的标示 就是地形匹配 就是马匹的匹配 是配合的配 我说他说这种地形匹配 一旦输入到弹头的话 那就是顺着这个东西进来 那你除非强化你的反导设施 但是偏偏他又是钻地带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有一句话说 就是当时候的思虑不重 也导致了今天这个现象 偏偏这个地方 台湾的军方又把军事重镇 变成了一个大直要塞区 未来中国大陆的第一波打击 大概就会从中国大陆的领空 他发射类似的导弹 进攻台湾的 就是我们讲大直要塞区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现在讲一天到晚讲备战 但是敌情观念薄弱 才是今天台湾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